宠物犬案例 原始点首次应用在动物身上 是台湾山友的一只狗 此狗后脚受伤 近半年时间 趴着不能起来 起来也不能走 张医师帮忙找到原始痛点后 主人每天按推三四次以上 一周内恢复正常 2011年8月 拍此敬业影片 他那个时候有一次就在那个地方 不是起不来吗 他要起来就起不来 他起来了以后又不会走 然后我们就说 老师在山上找老师 老师讲的那个位置修理修理 很快耶 刚开始压他的时候 他会痛 会很痛 他会痛 反过来就会想咬你 那应该是很痛 你只要一动他那个位置 他就咬你 因为这个印象我也有 我第一次去摸的时候就摸到痛了 他要咬我 我就想 然后再有一个抓一个 我就抓他的头 抓他的头 没有让他那个回头 老师好好的处理一下 那就是大概一天揉几次 一天揉 他爸爸大概一天 大概三四次都跑不掉 有空就帮他揉一下 大概揉多久揉好 一个礼拜就好了耶 一个礼拜就好了 对呀 那我们他爬 后来 他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可以爬山 等于不是山路的那个山 就可以爬上去 哇 我说 从来 已经差不多半年没有看到他这样乱跑乱跑了 哇 他不是路的地方 他就一爬上去 以为他也是老了 不知道说是有毛病